大家好,我是詹蕾鵬 我是蜘蛛人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傳說中的文化差異 然後我為什麼會選這個話題呢? 是因為它比較偷想,然後好像不用準備 但我覺得這個話題其實真的很有趣 我在台灣一直在想這些事情 就是漸漸對待的事情是不是文化差異 然後這些文化差異到底是什麼呢? 可是我知道這個話題好像有一點敏感 所以如果我今天說的話,你們不同意的話 我希望你們可以就是想 就是既然是不對的,那我為什麼會這樣想呢? 然後可以從這個角度來看,就比較有用 對,然後我要開始講說 我覺得一些不存在的文化差異 就是中文課一年級的時候 我們課本寫的是西方人很直接 中國人很韓劇 或者東方人很客氣 我也有聽過這個說法 然後我覺得這個東西真的很奇怪 因為韓劇的意思就是說 可能你遇到一個人 你希望就是比如說你在買東西 然後有一個人要賣給你 然後你不要 可是你不會直接說我不要 我就說我再看看吧,真的不方便啊 可是我覺得這個韓劇就是說 客氣 然後我們美國也有客氣的人 哈哈哈哈 我也會這樣講 我覺得這個完全不是有差異 可是還是有一些不同在 然後在一些方面 我真的覺得其實東方人比較直接 比如說在美國的時候 就是常常不會有人問我說 啊你的房數是多少啊 你的房數是多少啊 你的房數是多少啊 或者是常常不會有人問我說 啊你胖了 啊你胖了 哈哈哈哈 這個感覺就是太誇張了 因為 你在美國你這算瘦 啊對 哈哈哈哈 可是就是 可是我們不管你說 就是不能 不管你多胖 我們是不能說 或者說你胖啊 這個 不行 不行 就是 我們還是有一些 就是 還是有一些方面就是 可能外國人 或者西方人 就是表達的方式比較直接 然後 我覺得對我來講 最重要的 對我生活有影響的 是 謝謝 這個字 就是說如果你 認識一個人很久好朋友 或者戀愛 然後他們幫你一份忙 我會講 然後說啊謝謝非常感謝 真的非常感謝 可是 我在台灣好像就是發現 這樣說好像是不對的 就是 他會覺得說 你這樣太客氣了 就好像有距離感 對 就是對 你應該把它放在心裡面 對 可是我覺得你把它放在心裡面 那對方怎麼不知道呢 很奇怪 所以一開始我很難接受 可是 現在我慢慢的開始理解 對 然後就是 還有一些就是 比較簡單的生活習慣 是有點不一樣 就是 那個就是我想跟大家說 其實我也很喜歡 擦那個 防曬 那個防曬油 我們也會 我們也會 拍那個皮膚癌 所以不是 我就是 他的時候別人會跟我講說 啊你不是外面都喜歡 塞D嗎 怎麼會這樣 這個 這個 這個要看對 可是 還是有一次事情是比較 就是不一樣 比如說我喜歡早上洗澡啊 然後就是 洗澡之後會 就是不會垂頭髮 會直接吃 會直接出門 然後這樣 好像不一樣 然後還有 我在台灣用健身房的時候 發生 地面都是外國人 你知道嗎 對 對 可是很重要 嗯 主要的是食物 嗯 其實我在 嗯 就是我覺得 那個 就是台灣人會比較講 就是食物 這個事情 所以說 我在美國的時候 在高雄的時候 每天吃的東西幾乎都是一樣的 早餐要吃什麼 早餐白天啊 然後 就是早餐要吃三明治啊 然後晚上就自己做面子 然後 我幾乎都是 大概天天是一樣的東西 然後我來台灣吃爆餐 發現 原來世界上有那麼多好吃的東西 然後 每天會去不同的餐廳 吃不同的東西 而且有很多規則啊 就是比如說 就是那個 夏天要吃西瓜 然後 到台來要吃那些光彩板 然後 沒有去 然後我覺得 就是 這個 經驗的關鍵詞 是規則的這個事情 我覺得 台灣規則比較多 就是很多事情比較固定 所以食物非常 不是說非常 就是比較固定 有一些規則 然後 愛情 戀愛也是有一些規則 有沒有 看不見 我真的覺得很有趣 因為我們西方人看的時候 會很難理解 就是 我覺得台灣人很喜歡 忍 就是 喜歡一個人喜歡 那個 那個 怎麼講 就是 暗戀 然後暗戀很久 可是 那個 就是不說直接 可是你喜歡一個人 大概 要等兩三個禮拜 或者不到一個月吧 到一個月比不高不高 我就是 受不了 沒有辦法 可是我知道 這部電影裡面 你可以 就是台灣人好像可以忍他幾天 對 對 好 對 然後 其實 戀愛 我覺得很多 就是在台灣很多東西 比較固定 比較有規則 所以說 就是 男生要非常的喜切 然後要幫女生開門 然後 就是帶他去玩 然後做一些約會的計畫 然後 就是很可愛 然後 撒嬌 什麼的 就是 兩方 就是 對 兩方都有自己的一些 就是 形式 或是會 就是有一些 就是別人會期待你什麼 什麼 可是 我想說什麼 可是 我想說什麼 美國之後很不一樣 可是我之前 在美國 談戀愛的時候 會覺得說 我們比較 就是比較 比較重視 那個男女平等 然後你跟那個人 談戀愛的時候 總要的是他們的性格 或者他們的那個 想法 然後 這些形式比較小 然後 我會 就是 我 就是 在想 我會覺得說 我跟美國男生 談戀愛的時候 完全不像男女朋友 如果 就是 陌生人 不知道我們是男女朋友 那很難他得出來 因為我們真的很像 普通朋友 然後 晚上 如果要去約會 就是要吃什麼 不知道要吃什麼 但是 真的沒有什麼 可是 我跟 就是 之前在台北的時候 有跟台灣男生談戀愛的 然後 你 就是 路上人看到我們應該會吃 對 不是我 好可惜 好可惜 可是 就是 你會知道這些 形式比較多 嗯 對 然後 就是 還有一些區別 就是我之前大學的 照片 然後 朋友方面 就是在台灣 照朋友好像也是有一些規則 最重要的 對我來講就是說 男生和女生當主張團友好像比較少 然後 我在 美國的時候 都大學的時候 大部分的團友是男生 就是 種子裡面打出男生混在一起 不知道為什麼 不是 我 本人就是這樣的 可是好像 在台灣這樣 不太常見 然後 我感覺會有一些人 有 質疑 或者 那個女生是什麼樣子 然後 這個 我很混合 因為我到現在不太知道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嗯 然後 喔 對 然後 我覺得 最大的 就是我今天 就是講的話 都是要看個人 然後我 我沒有辦法說 外文是什麼怎麼樣 因為每個外文是不一樣的 可是這個想法 也是 好像是 嗯 就是 文化差異 文化差異 對 就是說我們 美國人非常重視 整個 我們是一個非常多元化的國家 然後我們 真的從小一直被戀說 每個人是不一樣的 然後你不能有一些 這些 刻板印象是不好的 因為 你沒有辦法知道他們是什麼樣子 可是 就 可能 那個 那個 就是 就是這個想法 我真的覺得是美國人的一個想法 嗯 然後 後來 好像 沒有了 有東西可以 我